《熱血製造,最強頻道》 PassionTimes.hk 《熱血政治本土起義》 主持黃楊達、鄭松泰、陳食 2015年1月5日的《熱血政治》 繼續和大家本土起義 你坐過一點點,我們退回正的位置 今天有黃楊達、和仔和柏楊 今天講什麼呢? 就是講足球的 講足球就厲害了,我們三個都不看球 和仔的傳名就是李健和 和? 不是嗎? 這個Gate想了一整天 想了一整天 如果講漫畫就會叫做鄭健和 花費了你一天的心思 就是想一個這樣的Gate 辛苦你的柏楊 由我認識他開始想 難怪你最近這麼多課金 原來就是看著你這個度爛機的措施 即是急速、突飛猛進那些 我看到我排行榜上有你 是啊,竟然有我 上到12位,我從來沒見過你 我以為你的課金帳戶壞了 我可能都懷疑你的課金帳戶壞了 照計沒有課金的你 怎料果然是進步是有人看到的 那你告訴大家今天我們說什麼 因為昨天有省鋼盃在香港 其實省鋼盃去打了冠軍 正常是分兩場 一場是在大陸那邊踢 一場是在香港踢 大陸那場結果是大陸贏了1比0 昨天在香港踢 昨天在香港踢的那場結果是0比0 但當中沒有人理會 因為香港和大陸的踢球是沒有人理會的 但最精彩的就是 最慘的就是我們香港有個新星 22歲的王威 他踢了那場球的時候 就被大陸的粗野攔截 是中場的真實 就被人一腳踢下去 然後斷了右腳的肥骨 我不知道那個肥骨是什麼位 肥骨? 是,玉子邊做的肥 肥拉比的肥 那肥骨 他說被人抬出場的時候 雙腳都已經變形了 那時候呢 不需要抬出場 你看片已經看到踢下去的時候變形了 你看到照片 不,你看到就算報紙燈了 那張照片也是噴了 其實臨踢之前 我剛才看回臨踢之前 因為之前是什麼 這個廣東隊就贏了 廣東隊 廣東隊就贏了1比0 然後臨踢這場球之前 這場球在香港踢這場 最後是0比0 是的,但之前在大陸踢那場是 廣州1比0 然後文匯報的報道就是 看到他們臨踢這場 踢斷腳的球之前 就很凶狠的標題 就是一定要嚴防這個港隊反擊 我初頭以為 我初頭以為 說踢斷腳之後 是嚴防他們反擊 打了 不,讓他們走 打了 回頭 屌尿尾 真是 是汽車維修員的踢法 他們是很笨合理的 很笨合理 就是作為一個 作為一個 就是 你們沒有看過足球小章 我相信 你小時候沒有看過足球小章 很少 你知不知道是什麼 鏟球部隊 你以為什麼鏟球部隊 就是鏟球部隊 直衝過去 完全 飛彈 用不收腳都形容不到 不如你聽我的描述 你也聽不到 不如不明白我在描述什麼 不如先看那個片子 踢了 紅衣是香港隊 紅衣是香港隊 白衣是廣州隊 白衣是廣州隊 白衣那個隊長 其實已經剷了 剷球部隊 直剷過去 現在慢鏡 你先看看發生什麼事 是 是 糞身剷 這個也正常 球已經離開了 你看到 屈曲了 你看到屈曲了 那個是 25號就是這位 這位球員 黃威 就是黃威 那個腳是踩了下去的 那個腳是踩了下去的 是重心腳來的 整個人的重量 都在腳上 然後就是 直剷 直剷過去 這個是最猛的 看多一次 看多一次 看完都不明白 看多一次 即是 已經那個波軟來了 當然你可以說 電光火石什麼塵都可以 但是剷下去 那一刻 完全是沒有修制的意圖 橫琳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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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 23號這個是誰 叫什麼名字 知道叫什麼名字 劉林 這個是隊長 這個是廣東隊的隊長 嘩 還不是鏟球部隊的隊長 真是打架的 這些 整隻腳是扭曲了 然後搬走的時候 看到都扭曲了 當然 你現場看不到那麼快 但是我們看回慢鏡 看回的時候 就去到這樣的 去到這樣的 就是 折斷了 真的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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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這樣 這個是 當然我們不平衡足球的 我也不懂足球的 但是 喂 我相信大家看到 或者是網絡 大家今天在這裡 share這段新聞的時候 我相信大家都看到很明顯的文情 就是 喂 你真是 踢球都這樣給大陸人家 嗯 你現在去到這樣的地步 香港 香港原來都穿紅衣和紅褲 這麼愛國 對呀 紅衣和紅褲 不要當你是社民連 但是社民連 都施通警察 撲你一街 還想怎樣 是不是 這樣踢斷法 都不是開玩笑 大佬 真的 你看到我小 我不是肚子裡面的蟲 你可以有一萬個解釋 你可以有一萬個解釋 你可以說他 都是不小心 電光火石 各樣收制不住 這樣踢出去 那些 喂 你去到沒有球的時候 就是我一般 要我看足球 或者小弟小時候都踢過球 雖然我的球好屎 不能夠跟他們比美 但是就是 你 你怎麼都會縮一縮 是可以縮的 你怎麼都會退一退 頂多就撞在一起 雖然你縮一縮 可能又會撐到他春袋 有各樣的意外會出現 那些 但是 你看著 你看著是加力的 直衝過去 不然會這樣 頂你的廢 但是 跟著都沒有打 沒有香港人 怎麼會打架 真的沒有理由不打 大哥 這些 平時自己的球 平時完場會打架 我剛才見到 真的太瘋了 這樣瘋了 真的去到踢球 在球場 在你自己的主場 這樣被人欺負 那些球迷不衝到場 沒有球迷 不是的 有三千多個球迷 已經算很厲害了 其實 都有三千多人看 這樣也不衝過去 這樣也不衝過去 這幫人 搞錯 怎麼會這樣 看球沒有民族情緒 我不是鼓吹這件事 我只不過是 作為一個文化角度去研究一下 比如你鬼佬 或者你對當地 你就算是萬聯打比 你就算是萬聯對萬成 那些這樣 如果發生這樣的事 你萬成的人都衝下去 是吧 如果是意大利球 一定會扔煙花 然後就會整個場 放了煙花 我好奇 當時球場的人是怎樣的 嘩 那些這樣 哎呀 可能會抹眼淚 哎呀 有沒有啊 屌你 有沒有啊 那些這樣 之後就是這樣 接著回應就很好笑 回應就是 首先就是 港隊 先聽一下港隊說什麼 不是那個是廣東 廣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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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教練 是韓國 不是啊 香港隊 香港隊那個教練 是韓國人來的 他用英文說的 那他講什麼 大概就是 比賽 勝負是重要 但是友誼更加重要 他都向香港的球迷自協 不能夠拿冠軍 就是這樣 主要是這樣 就是這樣 但是他主要是暗寸 暗寸廣東 你贏就贏 不用這樣 不是他有講到一句 他說廣東隊二十三號球員 其實是盧林 這個行徑 難以接受 他在最後記者會有講到這句 當然是 屌你屌尾 喂 對著大陸人是不可以暗寸的 你不可以對著 這個韓國人 韓國人都很粗糟的 你都不明白 對著大陸人是不可以暗寸 你不屌他 他不知道你在罵他的 屌街 這麼率直 當然 那個姓很粗糟的 很粗糟的 很粗糟的 你會欺負人的 你一定要嘔吐 他才明白被人在嘔吐 然後當然 另外就是 剷倒人的球員 那個球員叫什麼 盧林 盧林 盧林就是在微博 盧林在微博說 昨天三廣杯賽事 我一次飛鏟導致對手 黃威受傷 我只是想對球好 明顯不是 大家看得到 然後 黃威 我不是有心的 但很開心 希望你能理解 對不起 祝你早日康復 那些都看不到 悔舊 或者太率直 好像欺負人 欺負人 欺負人當然不會這樣做 你拿著魔界八十多年 變成咕嚕 才會變成這樣 很難發生這樣的事 但是最棒的是 這個廣東隊的教練 我們先聽聽他講 我們的戰略戰術 所謂就是 破壞香港的中場 打亂中場的總職 我們現在提倡的是 勇猛和兇狠的搶子 但是要做粗東西 他又說破壞中場 結果就破壞錯了 黃威是前鋒來的 又不是破壞中場 破壞錯了前鋒 但是很明顯 是講到明 我們的戰略就要破壞 我們的戰略就要破壞你們 然後 真的中場 然後 黃威是中場 這樣他真的履行了他的戰略 現在中場真的被你破壞了 在身體結構上 物理上來講 被你破壞了 真的很率直 是不是 根本就 根本就看得到明 沒有收腳 再加上教練這樣說 你是否可以施疑他有心的 有些人聽過我的節目 你這樣評論這件事不行 你這樣挑動民眾的仇恨 這時候當然要挑動仇恨 這就是我們節目的宗旨 這就是我們節目的宗旨 你這樣踢下去 這樣踢下去也不能反胎 搞錯 然後結束之後 記者會最廣道明 我們這個戰術就是破壞你的中場 但是最厲害的地方是甚麼 他說甚麼 要甚麼 勇甚麼 勇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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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說不是粗爺 他那個叫甚麼 要勇 現在他說 聽多次我聽不到他的會議 聽多次他說甚麼 我們這個戰略戰術 所謂就是 這個 破壞香港的中場 打亂他的中場 那個組織 我們現在提倡的是 勇猛 兇狠的搶子 但是呢 要做粗爺 他說這個 講得很清楚 我要破壞你們的中場 破壞了 要破壞你們中場的 甚麼 結構還是組織 無論結構還是組織 骨落的組織 各樣東西都被你破壞了 現在是破壞了 然後還說 他們的打法 現在就是說 要用勇猛兇狠的打法 勇猛的搶折 勇猛兇狠的搶折 勇猛兇狠的搶折 就是跟小志強那些 那些 硬死了 那些橙球部隊一樣 那些 你沒想看的橙球部隊 你理解不到 剛才那個場面有多次 橙球部隊是離遠 離遠 人們沒想碰到球 就已經踩過去 雖然他又不是碰球 但是踩過去很明顯就飛走了 接著他說 要用勇猛兇狠的籃子 但是呢 就要跟粗野分開 至於盧 盧什麼 盧林 盧林這個 就不算粗野 哇 屌尼盧美 終身佛庭賽 這個我誇張了 未必可以 但是最離譜是 黃牌 紅牌都沒有 他還敢在那邊踢過那場球 是嗎 黃牌 這真的很離譜 我告訴你 這些是好看球證的角度 但是球證是什麼角度 看到球 看到直角這樣 角度就是 腳不知為何 本身的180度 變了90度 就是那個角度 變了角度就是 腳就變了角度 說明明是要粗野 我老實說 你說要兜這件事 你說是不是意外 那球證當然會有意外 是不是一定要上綱上線 講到民族仇恨呢 那當然不是 那些這樣 但是問題就是 就是你看到 民情是很生氣的 你看到民情是很生氣的 但是 我又有一個疑惑就是 喂 明明中港矛盾 已經是很嚴重的 就是明明 明明香港人 不過算了 可能就是 可能真的去中國化 或者反共的人 是不會去看香港杯 但是現場有幾千人 真的沒理由不衝下去 可能那幾千人是廣東人 我就是吃驚 那幾千人 不是大中華程義傑 支持廣東和支持中國都一樣 那幾千人是甚麼人 就是這些思想的人 沒有很多這些人 就是大中華交 支聯會 甚至是藍絲帶 建制派 根本就是支持廣州 根本就是支持廣州 我不是說廣州的人有問題 我們也有很多廣州的聽眾 但是 在這樣的環境下 為何可以默不作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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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這麼說 或者就算反過來 香港剷到別的球隊 你作為香港的球迷 你也會覺得有問題 在大陸的人來說 我是比較尊重廣州人 但是說到大陸的足球 普遍上上下都有問題 我相信就算是大陸的聽眾 你們都會認同 你到底 這個不是個別事件 然後剛才他們挖一挖 我們看一下 在大陸各國式的賽事出現的場面 這是甚麼場面 這個是上海新花 客場挑戰了力帆 賽事到79分鐘 力帆的球員 石進在握頭的時候 用頭 撐向對方 其實是被對手上海的 於途 當場撞到 這個是於途 他就痛苦地 流了鼻血 他們嘴巴和鼻 中了鮮血 就是憂黑了 憂黑了 死了 這個是只是頭鎚 不是向著頭 他可能這樣解釋 然後你看看這個 尿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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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發生甚麼事 這是北京國安主場打天津的泰達 這是一次嚴重犯規 天津隊的奴欣 一次嚴重犯規 導致對手 叫周寧 腿骨骨折 這個人最後休息了半年 即是腿骨骨折休息了半年 而同一個人 即是我講這個奴欣 去到2004年 即是一年之後 在一場友誼賽 又再踢到一個北京隊員 令他退後骨折 對 它真的是無敵で下大肢 全部人都是因爲他 Slack 而且全景的電自己對他 瘓瘓至於然後 還有有甚麼精彩場 就是 在圖片中,我們看到楊玉的一次進攻中 試圖用頭去頂波,即是紅衣的那個 然後對手直奔去他的左側,太陽穴的位置 但在這個報道中,我們看到他不知道這個黑腳的何南強是誰 因為可能太普遍,經常都出現這些情況 還有這個人,這個叫什麼名字,受傷這個球員叫什麼,楊玉 楊玉,楊玉你也是不聰明的,在大陸踢球是不可以用頭鎚的 你計個頭鎚是隨時死的,傻傻的 全部都是戴頭盔的,還有呢? 還有,這個很厲害 這場是北京奧運,2008年的時候 奧運一樣是這樣,震驚國際 這個譚望號,就是飛鏟對手的球員 這個什麼是飛鏟呢?這個根本就是虎尾腳 這個是少林功夫 這個是擺明向後身的 被人拆那個是比利時的球員 這個是擺明向後身的 還有,是望左踢右的 是好有部署的那些 你給你看看 你看看這個大陸的球場 那個球員,簡直就像戰場一樣 簡直像戰場一樣 跟這個少林足球裡面 那個橋段是一樣的 那隊這樣的汽車維修員 那隊這樣的隊 即是貴隊的作風 都在業界都很出名 貴過足球 還有我想說 雖然我知道大家沒有太多留意 大陸的足球新聞 其實我也沒有留意 我也沒有留意 但是呢 因為以前我在大陸工作 有時候都會看電視那些 整天都有球員受傷的新聞 但是球員受傷的新聞 就不是發生在球場的 而且經常有打架的新聞 經常都打架 你想想他們是在 他們是會比賽之前打架對方的球員 他們是瘋狂的 不過你發現近來 香港越來越少 這些暴徒已經慣常了 但是肯定是繼續的 不是,他們超多 各式各樣的打球員都有 有時就是對賽 有時就是對賽隊伍 你就來跟他踢 可能是波盤 各樣的問題 你就打架對方的球員 有時就是球隊內部 有時覺得這個人上了 就來搶了前鋒的位置 就打架對方 是經常都發生這些事的 是經常無日無日的 所以就是 你怎麼可以跟大陸打架的 就是說這件事 我覺得是沒有什麼延伸的 也沒有什麼去繼續演繹的 但是問題就是 問題就是 我也是問那個問題 怎麼可能不衝下來 怎麼可能不衝出來 是不是 你給我看見 在香港的球員 都會為對方說話 香港可能在香港 踢球太斯文了 大家以後要硬朗一點 而且他們是變本加厲的 想說大陸的足球 是變本加厲的 其實散光杯踢了很多年 他們都盲底 但是越來越厲害 是越來越離譜的 然後去到這樣的地步 這個是 大家還要怎麼面對這件事 當然那件事不是很有公共性 你說 是不是很影響香港的發展 民生 又不是去到這樣的地步 但問題又是說一件事 為什麼不能衝下去 為什麼不能衝下去 真的很奇怪 我覺得這個值得反思 休息一會 熱血製造 最強頻度 PassionTimes.hk 港共政權警察 他們和我們私人一起暴力 將會 在全世界的眼中 留在一個不亂面的窩點 暴力 對 江振 港共政權 自大杜杜杜杜 2015年1月5日的政治繼續跟大家本土起義 那你坐過一點點 我們退回正的位置 今天就有我黃陽達和仔和柏陽 今天講什麼呢? 就是講足球的 講足球就厲害了 我們三個都不看球的 和仔的全名就是你健和 和? 不是嗎? 這個Gate想了整天 想了整天 如果講漫畫就會叫做鄭健和 花費你一天的心思就是想一個這樣的Gate 真是辛苦你的柏陽 由我認識他才開始想 難怪你最近這麼多課金 原來就是看著你這個量度的措位 即是急速 即是突飛猛進那些 我看到我排行榜上有你 是啊 竟然有我 上到12位 我從來沒見過你 我以為你的課金 account壞了 我可能都懷疑你的課金 account 是壞了 照計沒有課金的你 怎知道 怎知道果然是進步是有人看到的 那你說給大家聽 今天我們講什麼呢? 因為昨天就有省港杯 在香港踢的 其實省港杯 即是他去打了冠軍 正常是分兩場 一場是在大陸那邊踢 一場是在香港踢 大陸那場 結果是大陸贏了1比0 昨天在香港踢 昨天在香港踢那場 結果是0比0 但當中沒有人理會 因為香港和大陸的踢球 是沒有人理會的 但最精彩的就是 不是精彩 被人一腳踢下去 現在斷了右腳的肥骨 我不知道那個肥骨是甚麼位置 肥骨? 是的 玉子邊做一個肥字的肥 肥立比肥 肥骨 他說被人抬出場的時候 雙腳都已經變形了 事後 不用抬出場 你看片已經看到踢下去 就變形了 你看到照片 廣東隊就贏了1比0 接著在臨踢這場球之前 文匯 這場球在香港踢這場 最後是0比0 是的 但之前在大陸踢那場 是廣州1比0 接著在文匯報的報道 就是看他們在臨踢這場 踢斷腳的球之前 就很凶狠的標題 說一定要嚴防港隊反擊 我初頭以為 說踢斷腳之後 是嚴防他們反擊 不肯讓他們走 是嚴防他們 打你回頭 最後是汽車維修員的踢 是很合理的 很合理 就是作為一個 你們沒有看過足球小章 我相信 你這麼小的時候 沒有看過足球小章 很少 你知道什麼產球部隊嗎 最後是產球部隊 是直衝過去 完全 飛彈 用不收腳都形容不了 不如你聽我的描述 你也聽不到 不明白我正在描述什麼 不如先看那部影片 踢了就開麥克風 紅衣是香港隊 紅衣是香港隊 白衣是廣州隊 白衣是廣州隊 白衣是隊 剛才已經剷了 剷球部隊 直剷過去 現在慢鏡 你先看看發生什麼事 那是 是 糞身鏟 這個也正常 那個球已經離開了 你看到 屈曲了 你看到屈曲了 那個是 25號就是這位 這位球員 黃威 就是黃威 那個腳是踩了下去的 那個腳踩了下去的 重心腳來的 整個人的重量在那個腳那裡 然後是直剷 直剷過去 這個是最慢的 再看一次 看完都不明白 再看一次 即是 已經的波軟來了 當然你可以說 健光火石什麼臣都可以 但是剷下去那一刻 完全是沒有修制的意圖 橫嵐 橫嵐都是 23號是誰來的 叫什麼名字 知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劉林 這個是廣東隊的隊長 嘩 還不是剷球部隊的隊長 真的打架的 這些 整隻腳是扭曲了的 然後搬走的時候 看見都扭曲了 當然 你現場看 看不到那麼快 但是我們 看回慢鏡 看回的時候 就去到這樣的 去到這樣的 即是 摺斷了 真的斷了 真的斷了 這個是 當然我們不平衡足球的 我又不懂足球的 但是 喂 我相信大家看到 或者是網絡 大家今天在分享這段新聞的時候 我相信大家都看到一個很明顯的文章 就是 喂 你到底 真是踢球都這樣給大陸人 你現在去到這樣的地步 香港 香港人都穿了紅衣和紅褲 那麼愛國 對呀 紅衣和紅褲 不要當你是社民年 那些 但是社民年都私通警察 撲你街 還想怎樣 那這樣踢斷法 都不是開玩笑的 大佬 哇 真的 橫 就是 你看到我小的 就是我不是他肚子裡面的蟲 你可以有一萬個解釋 你可以有一萬個解釋 你可以說他 都是不小心 電光火石 國藥 收制不住 這樣 插出去的那些 喂 你去到沒有球的時候 就是我一般 以我看足球 或者小弟小時候都踢過球 雖然我的球好屎 不能夠和他們比美 但是就是 你 你怎麼都會梳一縮 是呀 可以梳一縮 你怎麼都會退一退 頂不就撞在一起 雖然你梳一縮 可能又會撐到他春袋 有各樣的意外會出現 那些 但是 你看著 你看著是加力的 直衝過去 不然怎會掉到這樣 頂你的廢 那是 跟著都沒有打 香港人怎麼會打架 真的沒理由不打 大佬 這些 他們自己那些球 平時完場後會打架 我剛剛才看到 真的太瘋溫醇 這樣就去到踢球 在球場 在你自己的主場 這樣被人欺負 那些球迷不衝到場 沒有球迷 糟糕 不是的 有三千多個球迷 已經算很厲害了 也有三千多人看的 這樣也不衝過去 這樣也不衝過去 搞錯 你看球沒有民族情緒 我不是鼓吹這件事 我只不過是 作為一個文化角度去研究一下 譬如你鬼佬 或者你對當地 你就算是萬聯打比 你就算是萬聯對萬成 如果發生這樣的事 萬成的人都會衝下去 如果是意大利球 一定會把煙花放進去 然後整個場地會放了煙花 我好奇當時球場的人是怎樣的 可能會抹眼淚 哎呀抹眼淚 哎呀抹眼淚有沒有啊 你有沒有啊 那些這樣 接著就是這樣 接著的回應也很好笑 回應就是 首先就是港隊 先聽一下港隊說什麼 港隊說什麼 那是廣東隊 港隊教練沒有說話嗎 有有有有 我知啊 我就問你們他講什麼 廣東隊那個教練是 不是啊 香港隊 香港隊那個教練是韓國人來的 那他用英文說的 那他講什麼 大概就是說 比賽勝負是重要 但是友誼更加重要 他都向香港的球迷自協 不能夠拿冠軍 就是這樣 主要是這樣 就是這樣 其實他主要是暗寸 暗寸在廣東隊的 你贏就贏了 要不要這樣 不是 他有講到一句 他說廣東隊23號球員 就是其實是勞林 這個惡行 這個行徑難以接受 他在賽後記者會有講到這句 當然是 屌尼尾尾 對著大陸人是不可以暗寸的 你不可以對著 這個韓國人 韓國人都很粗糟的 你都不明白 對著大陸人是不可以暗寸 你不屌尼尾尾 他不知道你在罵他 這麼衰直嗎 當然 那個姓很粗糟的 你會欺負人的 你一定要叨叨叨 他才明白被人叨叨 然後當然 另外就是 那個剷刀人的球員 那個球員叫什麼 盧什麼 盧林 盧林 盧林就是在微博 盧林在微博說 他說昨日三廣杯賽事 我一次非剷導致對手 黃威受傷 我只是想對球好 明顯不是 是你老闆 大家看得到 然後有黃威 我不是有心的 但很開心 希望你能理解 對不起 祝你早日康復那些 那就是 看不到那個悔舊 或者是太率直 好像欺負人一樣 這樣 欺負人當然不會這樣做 你老闆 你是拿著魔戒八十多年 變成了咕嚕 才會變成這樣 很難發生的事 但是最棒的就是 這個廣東隊的教練 我們先聽聽說 我們的戰略戰術 所謂就是 破壞香港的中場 打亂中場的組織 我們現在提倡的是 勇猛和兇狠的搶子 但是要做粗糧 粉絲 他又說破壞中場 結果就破壞錯了